第3152集 前辈 叶辰咬咬牙 心脏砰砰直跳 仿佛野兽碰到危险 浑身肌肉都紧绷起来 他很清楚 即将降临的万须神殿强者 非常的可怕 绝对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必须要尽快离开 叶辰扶起那老者想要离开 但就在这时 虚空之中 传出极为强烈的波动 一圈圈浩瀚磅磅的法则 从远方抱拥而来 这里的空间法则 瞬间被封锁 叶辰想要撕裂虚空离开 也完全不能做到 甚至周围的气流 也是骤然凝固 空气变得如钢铁一般沉重 举步维艰 林细泽 你想跑去哪里 滚滚如雷的巨鹤声 从千里之外的天空传达而来 林锡泽 叶辰看了老者一眼 这个阴阳神殿的强者叫林锡泽 重重虚空不断爆裂崩碎 那万须神殿的强者 从千里外瞬息杀志 隐约之间 叶辰已经能够看到 一抹冷峻恐怖的身影 在天际浮现 该死 叶辰咬咬牙 顿觉滔天的压力 在那强者的威势笼罩下 叶辰连呼吸都困难 根本不可能带着林锡泽逃跑 想要逃脱 除非是丢掉林锡泽 独自偷生 但是对方是阴阳神殿的强者 若是吸着轮回之主的手下 叶辰怎么可能丢掉他逃跑呢 但带着林锡泽 叶辰也无法逃脱 局势顿时变得极其危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叶辰体内嗡的一声 飘出了一块神秘石头 这块石头 正是和轮回墓地 有关的神秘石头 神秘石头 嗡鸣震荡着释放出 一缕缕的玄黑光芒 竟将叶辰和林锡泽 都吸收进了轮回墓地 就在两人刚刚被吸入轮回墓地 那万须神殿的强者 如雷霆般爆杀而至 降临在刚刚两人站立的地方 人去哪里了 刚刚明明在这里的 怎么凭空消失了呢 这是一个肌肉囚结 满头白发几张 胡须如猛虎般的老者 虽然苍老但满脸红光 不带一丝皱纹 皮肤之上隐约浮现着 一缕缕的龙纹 有神龙翱翔的威猛气势 叶辰在轮回墓地里 看到这个老者 心脏一阵跳动 这个老者的修为非常强悍 表面上看 已经达到了环真镜巅峰 真正实力可能还要超越 是玄机月地势天一个级别的存在 老者的相貌有点眼熟 隐约间竟然和祖龙神殿的幕后掌控者 大司命丰傲 有七八分的相似 这人是谁 是祖龙神殿大司命丰傲的兄弟吗 他的身上有太上天女的因果 必定也是十二神尊之一 叶辰看着这个无比威猛的老者 眉头紧锁 当叶辰清楚感受到 老者的修为境界和玄机月地势天 一个级别之后 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既然是玄机月地势天一个级别 那至少还有点仰望的可能 轮回之主 他叫风无极 是祖龙神殿大司命 丰傲的哥哥 太上天女的仆从 十二神尊之一 叫无极神尊 是万须神殿的记名弟子 丰无极此人 没去过太上世界 不算上位者 但是他是万须神殿的记名弟子 已经得到万须法则的赐福 修为极其强悍 你要小心哪 这个时候林希泽醒了过来 剧烈咳嗽吐血 发出提醒 万须神殿的记名弟子 叶臣听到风无极这个身份 顿时愣了愣 原来风无极只是记名弟子 并不是真正的上位者 也没去过太上世界 叶臣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是上位者就好 以他目前的实力 面对上位者还远远不够看 这个风无极虽然也无比强大 不输给玄机月和第十天 但至少以叶臣目前的实力 可以仰望 林希泽说完一番话后 又剧烈地咳嗽 彻底地晕倒过去 老脸一片苍白 情况比刚才还要糟糕 前辈 叶臣叫了一声 想要治疗 但无论是用医术 还是用八卦天丹术 都没有效果 他的情况很危急 只剩下一口气了 一只没有出生的天忧蝉女 这时突然现身出来 看到林希泽 奄奄奄一息的样子 声音略带沉重 叶臣脸色一沉 急忙用轮回倒鼓 稍稍稳稳住林希泽的伤势 吊住他最后一口气 林希泽 你给我滚出来 外面风无极大声咆哮 雷霆震怒 手掌一挥金光闪烁 居然化作龙爪 猛烈地撕裂虚空 周围一层层空间 不断地崩塌粉碎 但是叶臣和林希泽 都躲在轮回墓地里 就算上位者亲临 也未必能够洞察 这个风无极 虽然暴怒 但也探查不到叶臣 两人的所在 好强悍的气息 叶臣看着风无极出手 大开大合 龙爪 直欲撕裂星空 不禁暗暗心惊 此等强者 如果战斗起来 他完全没有把握取胜 这个风无极 是祖龙神殿 大私命丰傲的哥哥 身怀龙族血脉 当年 风无极有资格 争夺祖龙神殿的至高宝座 但是他对人世间的权位 没有丝毫兴趣 宁愿跑到太上天女座下 当一个仆人 也不要执掌祖龙神殿的权柄 宁当太上走狗 不为人间帝王 可想而知 太上世界有多么挥弘磅礴 多么吸引人了 现在风无极 是万须神殿的寄命弟子 虽然距离真正的万须强者 还有十万八千里 但是能得到万须赐福 这已经是天大机缘 此冷强者 自然不是叶辰能够战胜 叶辰收敛心神 和林希泽藏身在轮回墓地里 并没有暴露 风无极龙爪撕裂 贯穿层层时空 又不停地推演运算 却始终查不到 叶辰和林希泽的丝毫踪迹 古怪 古怪啊 风无极大皱眉头 只觉得匪夷所思 刚刚还没投降之时 他已经封锁了虚空 断绝了一切逃跑的路线 但现在 人偏偏就消失了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那林希泽 是阴阳神殿的余孽 可不能让他跑了 风无极愤恨低语 心生怀疑 但探查四周 龙爪翻腾 搜索十万里 始终看不到丝毫人影 无奈之下 风无极咒骂一声 只能转身离开 叶辰觉察到 风无极的契机 已经远去了 但他依然没有大意 留在轮回墓地里 并没有轻易暴露 突然间 一只龙爪从虚空里探出 风无极的身影 去而复返 又降临下来 真不在这里 风无极环视四周 深深皱眉 原来他刚刚压根 没有远去 只是悄悄地隐藏起来 希望能引敌人出动 好险 叶辰手心捏了把汗 幸好他修洗三元太医工 和太上天魔体 对冥冥中的祸福吉凶 推演感知更是敏锐 刚刚天机迷雾重重 前途凶险 他没有贸然现身 总算避免了一场恶斗 该死 风无极咬了咬牙 无可奈何 转身离开这次是真的远去了 叶辰又等了一会儿 确定彻底安全了 才从轮回墓地里出来 这位阴阳神殿的前辈 伤势如此严重 看来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叶辰目光微凝 林希泽还在轮回墓地里 重伤昏迷不醒 叶辰的医术 并不能治疗对方 或者伤势实在太重了 只能依靠轮回盗谷 暂且调命 或许去到荒漠海域 有解决的办法 叶辰暗暗沉思 继续撕裂虚空赶路 据兰陵魔尊所说 镇魔血石是林家的传世之宝 而林家是昔日天人域的大世家 后来发生了些变故 被逐出天人域 隐藏在杨真玉 及西之地的荒漠海域 而这个阴阳神殿的强者 叫林希泽 刚好也是姓林 叶辰隐约之间 赶到林希泽和林家 有着一丝因果联络 或许去到荒漠海域 可以找到答案 虚空撕裂 终于叶辰来到了一片浩瀚的海域 这片海域蔚蓝蔚蓝的一片 一望无际 浪花翻腾 海鸥翱翔 一派宁静之气 但隐约间 叶辰捕捉到在海底深处 似乎镇压着什么可怕的魔物 荒漠天剑 天剑种子 刹那间 叶辰天机洞察 居然窥见了天剑的踪影 八大天剑 荒漠天剑 传说中的荒漠天剑 就镇压在这里 叶辰大是震撼 太上世界的八大天剑 有三把掉落下来 一把是神罗天剑 一把是龙渊天剑 还有最后一把 叶辰没听过 不知道是什么 但现在来到荒漠海域 叶辰已瞬间心境通明 洞察天机 窥死到最后一把天剑的踪影 这第三把天剑 就叫荒漠天剑 在八大剑里 荒漠天剑是极为特殊的一把 此剑不是轰炉铸成 而是种出来的 荒漠天剑 最原始的状态 是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充斥着魔器 纯粹是最原始 最鸿蒙的魔器凝聚而成 当年太上星空崩塌 有绝世强者收集星空残骸 铸造八大天剑 那星空残骸里的原始魔器 就被培育成了这颗荒漠种子 种下这颗种子 用天地造化 日月玄机宇宙精华 生灵血肉 不停地浇灌 这颗种子就能发芽生长 最后蜕变成一把剑 就是传说中的荒漠天剑 代表着魔道的最高杀法 最高锋芒 冥冥之中 夜尘感到荒漠天剑的种子 就镇压在这片海域深处 我果然是有大气运 大机缘 居然这么快 就接触到第三把天剑的因果 此剑 会不会对妖皇太医的三元太医工 有效呢